那么从上个礼拜一直到今天盘中 有很多投顾老师还是抱持非常大的戒心 跟你讲说台积电法说会之后 有可能会利多的出镜 也不排除因为今天外资期货空干又增加 也不排除出现往下跳水 那我先给大家去思考几件事情 为什么你要跟我来做一个所谓操作 基本上我说过了 今天我早上我们期货我们都还在做多 那么报到现在的话真的是赚翻了 问题重点为什么我能报 甚至于在今天尾盘我去敲选择权的夜水买权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证据 基本上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Telegram 我们Telegram叫做未来事件部 你知道未来事件部 我在里面我有提到 我们直接跳结论好了 我说台积电法说会所衍生出来的结果 我们是看结果嘛 因为等于说我要写这一段话的时候 那时候纳斯达克他是下跌的 而且记者都还没就定位 然后台积电的高层没有讲任何话 我就很清楚的跟你们预告 1点50分的时候 我跟你们预告就是不错 不错不错 而且100分 结果果不其然我们看到PM盘大涨 果不其然我们看到我的选择权轻轻松松呢 我就获利又高达将近有5成左右 好 那么这个是今天队长单吧 今天其实是10月17号 没错吧 15926元 那基本上你再看一件 我没有去要求说大家你要把杠杆度开很大 就好像你可以看我是拿最小咖的会员给大家看的 也不能讲最小咖 因为这个客人他在现货的部分 股票部分 他所用的资金是高达将有3000多万 可是我每天笑他说为什么期货你只敢做小台 是小事真的很恐怖 可是我只做了7笔的小台 我就赚了15926块钱 这样也不错 那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来我快速跳过去 你每天都可以很轻松看到我们每天的对浪单 我们就跳到这个礼拜一好了 来进入礼拜一的时候 你又开始想说台积电法人关注八大重点 可是我一再跟大家报告 我们要的是money 我不在乎到底台积电法说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是要能够立即的赚钱 可是就很多投顾老师他就开始选择观望吗 因为他不知道台积电法说会的效果是什么 结果你看清楚 礼拜一的时候再一遍 为什么你要去下载软体拥有一个所谓的主力心态 只有几个非常简单的逻辑 主力作手真他妈的有够不要脸 永远都被你早知道 就像你看礼拜五的PM盘主力心态 全部都是个标标准的多 只有PM盘收在最高高点 礼拜一开盘主力心态还是个标准的多 那既然主力心态他是多 麻烦你帮我记起来 这课程里面都有教我问你 基本上如果说我今天平步清云 开低走高开高走高 我讲讲白的 没有投顾老师 没有投资朋友会做错边 会做错边 我就要讲没错吧 我就要讲没错吧 可是如果他是开高直接垂直往下杀 垂直往下杀 我请问各位你的软体 任何阿猫阿狗的软体 一定会出现非常明确的放空讯号 来为什么你要去下载软体拥有主力心态 因为主力作手95%的时间 他一天就只会个白痴的方向 更重要的重点你不能跟我讲利用急杀 你把跑去放空结果台子 期货在礼拜三拉高结算 那我会很清楚跟你预告 你是他爸爸的标准的看图说故事 这样讲张话你们可以接受吧 你们可以接受吧 对不可以 因为我们都是为了钱 钱最重要 老师你不要四块 你不是为了钱 你干嘛看节目 那如果不是为了钱 为什么有投顾老师愿意每一个月花一千多万去买广告 也都是为了钱嘛 也都是为了钱嘛 好啊 那你如果知道礼拜三会拉高结算 你会脑袋有动跑去放空吗 还没完哦 还没完哦 大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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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做两趟 而且做两趟 做两趟吧 所以看到对上单了 结果礼拜一的时候 跟大家预告收盘大于一个所谓的AC 所以说礼拜二的时候继续办 选择权的部分又赚了216% 还没完哦 重点在礼拜二 礼拜二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艾斯摩尔会在晚上宣布财报 因为艾斯摩尔是提早一天 可是你相不相信 主力的成本这个东西我们课程会有教哦 不管用在股票 用在期货超级无敌好用的 主力成本真的很重要 来我请问你哦 礼拜二的那天 我们跟你预告收盘小于AC 收盘小于AC 收盘小于AC 只有预告收盘小于AC 代表隔天不是下跌最好的状况 上下震荡盘整 这东西我们交过100遍了 结果讲完之后 礼拜三早上起床 你有没有给取比阿取 可是这个收盘小于AC 他又牵涉到我的操作室 再看一遍哦 礼拜的时候跟你预告收益小AC 所以说台子11月份的部分的话 我说有危险 我们成本先走 穿价成交 然后直接挂很低的巴勒价 巴勒价23060做多 2306做多 结果来 艾斯摩尔事件导致于台子期货大跌 最低的夜随低点有没有穿价成交 有穿价成交 穿价成交 穿价成交之后 马上你就看到这张单了 因为昨天开机走高 那么你坐下来 那么你为什么昨天会开机走高 再看一遍哦 这个是礼拜二的批验盘 主力心态全部都是个标标准准的 从一开盘到艾斯摩尔事件出来的时候 主力心态全部都是个标标准准的空 那么昨天我为什么我要持续做多 因为很简单 因为昨天一开盘的时候 你看到主力心态是从绿色变成红色 只是这边我还是跟会员报告一件事情 我可以拿软体出来骗 我告诉你了 我这边空在最高高点 然后我买在最低的低点 可是我如果说你是跟着我的call訊 我每天会给你看我的讯息 这个空单我怎么做 我没做啊 靠腰我有人生 我下午不用健身了 我下午不用运动 我下午不用写研究报告 我当然要啊 所以说这是你们的福气就在这里了 反正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 还有1000多万的YouTube广告费用 真的只要360 我们电话在右下角 我就不重复了 我就不重复了 那既然昨天大盘主力心态 它是从绿色变成了叶水红色 看清楚我看清楚我看清楚我 我昨天一路买 然后昨天一路改价格 都没中都没中都没中 1点钟的时候台子期货往下杀 精彩 我给大家看 看清楚 先看这个 11.19分我要改价格 我昨天改了好几次 我一直买 191 豆铁135 豆铁090 分批加外景 分域加外景 分域加外景 11.19分 来 那么收盘 我记得没错 我收盘 台子期货收盘是收0.60 收0.60代表191中 135中 0.90中 因为台子期货收盘收0.60 收0.60 还没完 PM盘的夜随部分 163 压力 支撑084032 分批做多 所以084中 因为他收0.60 所以084中 090中 然后PM盘最低低点告0.32 所以这个也中 你知道我成交几笔吗 12345 我总共成交五笔 你说一个月 这个月只过了一半 我们的获利至少超过3000点 我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样够慢了吧 好 还没歪 想一下我昨天的标题好不好 拜托 昨天外资加码1700口 我有没有很清楚跟你预告 Good for poor Good for poor Good for poor是什么意思 你不懂 来你直接看主标 昨天主标 我说多头主力套 会不会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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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什么昨天我敢拼命去买 来你上过课 来开始了开始了 我们上课你上第一堂 昨天090是标标准准的日线关键价 我今天在日线关键价之下 我是用正确的逻辑 我去做多 PM盘就会跳空开高 赚翻了 如果我算台积电法说的话 哇 这已经快要800点到1000点了 赚翻了 赚翻了 真的赚翻了 还没完 基本上 再开一遍 今天9.19分 这是今天 今天抗训 今天抗训 老师这图图长得很像 废话 免疫图图长得一模一样 台积电法说会倒数 确软脚 来今天9.19分 9.19分 刚好爆杀 刚好爆杀 爆杀 9.15分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的会员 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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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9到045 这个中 这个没中 成交 成交报到收盘 我又赚了200点了 爆到PM盘 我就可以获利高达400点 如果你说这是爱 还没完 你不要说我没跟你讲 这个是你们telegram telegram10.06分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主力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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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每天都能够交出对账单最主要原因 基本上 其实上级单位他一再跟我讲说 谢文你不能挡着财路 你不能在节目当中称对账单 现在很讨厌你知道吗 因为有很多头部老师 他在那边靠腰说 你都妈称对账单 我们收个屁啊 我是觉得啦 收单他是靠本事 什么叫靠本事 来举例 举例 刚刚好你所看到第一张CG 1.50分的时候 我就说台积电把所衍生出来的结果会很好 PM盘就天空开高 可是这个天空开高 因为我现在录影时间是3点 现在已经达到3点22分了 我不知道现在PM盘怎么走 可是我觉得明天会震荡 明天会震荡 老师为什么会震荡 因为昨天叫做多头主力套 今天的收盘叫做空头主力套 可是又是架构在收盘是大于AC 这样懂不懂 会很复杂 不会啦 来来来来来 我们课程再来 来来来来 基本上你今天你要成为市场上面的 业水赢家 来 空间理论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已经进入了高阶的技术分析的课程 那我是建议啦 之前有上过课的学员 你们也要跟你的服务人员申请 你一定要复习 因为现在的话已经进入了 心狠手辣片线这一章 来我问你 我问你问你 这个这个把说会倒数就是49分 指数开高后翻黑跌破2万3 这是片线 这个是不是片线 那问题为什么片线的时候 我敢做多来复习一下 因为昨天跟你预告多头主力套 这是为什么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我们能够你放30万 现在变60万 现在变600万 最主要原因 所以空间理论的再优化 它在一些特殊的美港 还有超排手应对不同行情的价格变化 还有更重要的重点在于哪里 我要大家会写传承稿 来来来来 用红海党底来来看清楚 红海呢 我们今年的获利大概应该最少超过500万了 你只要跟着我的讯息 一档237的红海 你要赚500万 你要赚1000万 真的很简单 可是我今天标题有点改变 我说红海你不要买了 不要买了 不要买了 老师 现在外资调高平等 你告诉我红海不要买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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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楚 看清楚 今天红海收盘收在209块 209块 来看清楚 看清楚 我是在172 175 我是在176 我是在178 我是在186 我跟你讲买红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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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去跟你讲什么GB200GB300 反正我只要买完之后 未来一定会有利多 你相信我就对了 政府是谁在抄牌 你能找到一个老师 他股票完全没盖牌吗 你能找到一个老师 他股票完全没盖牌吗 来到185D 185 188.5 我都还在买 就你现在209块 你跟我说你要买红海 你脑袋是有动是不是 来红海 我们先赚了140万 再赚140万 再140万 还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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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跌破瞬间由多头转为空头 我请问各位 即使礼拜一最惨的 红海大跳 礼拜一跳水 礼拜跳水 他有跌破197.5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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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的 这是为什么一档红海 我能够报 这是为什么一档0052 我能够赚12块 0052 我的会员说他跑去买美债 到现在还是赔钱的 只能靠利息过生活 结果老师我买个富邦科技 我靠腰 不用一个礼拜时间赚了12块钱 这这好继续 金贝供电概念股 这就不用讲了 金贝供电概念股 应该不用讲了 我们今天跟大家报告 所谓的金贝供电就跟西比 好啦 我之前做联军的时候 我们赚了三倍 我们联军那时候 我们做联军的时候 我跟大家报告 我说用光来取代电 那叫标准的细光值 之后那一段我没做到 有做就有做 没做就没做 那后来我跟大家报告 我说你要去注意金贝概念股 那金贝概念股 你看这图觉得很复杂 我直接讲给你好了 基本上 现阶段的晶片它是堆叠的 那堆叠的话 正常过去的话 我的讯号跟我的电 我的电源都在正面 那讯号跟电源它会互相干扰 然后互相干扰的逻辑之下 它会造成堆叠晶片 好不容易堆叠起来 到最后良力不高 那金贝供电概念 它最主要的逻辑 就是让我的电从之前正面变到背面 让我跟讯号源保持一段的距离 你不会互相干扰 听得懂啊 听得懂 没关系 来来来来 827号跟你预告天宏 天宏吧 631 我都免费预告的 当时天宏在274块钱 还没完 第一段三支掌零板 你错过没关系 妹妹啊 第二段如果说你们再错过 我讲奶白 我连我自己都没办法原谅自己 那我只能给大家报告 因为你们看投顾节目没在做笔记 10月7号的那一天 我跟你预告 我说金贝 我看好金贝 那金贝你只看两支 169杀 633兄 169杀 693 这不是受写的啦 你一定要10月7号的重播带 谁是直接写的 直接写的 结果呢 10月7号讲完之后 恭喜会员 10月8号两支都杀 两支都杀 10月8号两支都杀吧 先讲周杀好了 中沙10月8号杀 结果杀我去买 那问题重点啊 你没上课的 你不会写传真稿的 我这个目的 你要会写 写传真稿 写传真稿 写传真稿预测未来 这样赚了56块钱 赚两个涨停板 来继续哦 前天中沙继续买 中沙继续买 继续买继续买 就赚46块钱 所以一档中沙 我又赚了30涨停板 一档中沙 不用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的获利是高达将近有100万 红样6937的天红 10月7号跟你预告完之后 10月8号往下 买 赚了65块 两支的涨停板 然后呢还没完哦 还没完哦 很多人说 现在索老师在推课程 为什么要选择我的课程 我没有推 我不需要推 因为基本上要交这个片线理论呢 我也是思考很久 我不太想交 因为这牵涉到主力 最后的一个所谓的 维托利亚的失去 维托利亚的秘密 可是呢 有时候想想说呢 教学它是一种乡长 乡长不是说里长村长 乡长就是说你成长 我跟着你成长 那我是觉得啊 你看到我的节目 你真的 我真的 我99%的股票 我都直接亮牌的 我没在跟你狗皮膏要的 来看清楚哦 我不止股票不用遮 10月14号的那一天 还跟你预告 6937的天宏 买点在330 他也涨上去了 我说啊 你的美债的主力心态 全部都绿色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 我说你去下载软体就对 你去下载软体 反正真的很便宜 很超值 他也有告诉我呢 330还有324 就是天宏的买点 好 那既然预告330 324天宏买点 结果真的隔天撒下了 330 324我都买 好 我算一笔就好了 324到350 我又赚了26块钱 所以天宏我真的赚翻了 再一遍 如果把这张图卡给一般的投股老师 可能呢 每天大吼大叫 这张图卡一模一样 10月7号 10月7号 预告完之后 10月8号买 10月8号说他买 所以说他赚了100万 然后天宏的部分呢 如果加上之前的话 大概赚了60万 因为我做股票跟红海一模一样 红海我凭什么 这今年我赚了500多万 因为我打到机会 我会一直买 一直买 那你老师乱枪打秒 晶圆店也要有 然后351的四盒也要 反正涨停板的股票 他都要有 然后光胜至胜 每次都要有 这样赚不到大钱的 你跟着我做 你才能够赚大钱 因为我的做法认解得好 刘老师可是这个股票涨去 那怎么办 我找一张股票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这家公司 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集团股 集团股 你知道吗 它的营业利益成长一倍 获利成长1.35倍 营业利益成长一倍 获利成长1.35倍 而且没有涨 完全都没涨 完全都没涨 人家现在 你知道吗 他也是做CPU的 他也是做CPU 他做CPU细光子的 现在细光子 我随便举例好了 4956光虹在这边 在这边 345年军在这边 他现在在这边 这样子还可以再涨一倍 是有一倍的潜力 是有一倍的潜力 他集团股 集团股 集团股 如果接牌的话 会被人打死 因为他真的是集团股 而且是超大支的 会不会是中康集团 台塑集团 鸿海集团 集团股 我可以讲大集团股 我可以讲什么金人宝集团 没有 超大集团股 他妈妈至少好几百亿 都有集团股 集团股 所以这张股票 就是我们接下来 我们所要卡位 最重要的一个神圣领域 当然在此支持 你不管从鸿海 我们今年的大赚 至少超过六百万五百万 甚至包括最近的代表座 1560中刹 六十三星天宏 你都得到事前的预告 事后完整验证 重点就在于说 你要把你自己当作是超盘手 你要懂得模拟 怎么样去做将 所以说到底要怎么样同步拥有 当然你可以在我们LINE 下面留言 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我们问你叫你留电话 你就留电话 不要在那边急急歪歪 赶快学 你昨天办好入位手续的 今天起货大赚 然后选择权 尾盘就要敲选择权 选择权 选择权 所以说真的只要360 直接下载软体 直接帮讯息带回去 真的只要360 我们电话码 022392398 永远相信事先预告 不买广告才是真的 本公司以往直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股票分析至根本 在的实地则方产业 旅财周刊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旅财周刊 让你赚金第二份薪水